第一組試集,沙田 好了,2月20號第一組 泥地12米的短途集,隨時起步 好了,開集的時候 一檔就跳一跳,健康之星 現在就在後面的位置 好了,還有拖落 就是那隻同樣美麗 埋變位置,尾三個匹 是快路來的 走下去尾三做一隻飛輪閃耀 好了,跑了一段路程 接近800米了,前面放的 是那隻太陽星,中環萬里 第二位 聖制快車第三,王三 金鑽貴人第四 埋變快路尾四 後面三隻,飛輪閃耀,同樣美麗 包了最後的馬,是健康之星 看來前面也扯得很快 那隻太陽星 轉了一些配備,狂肥 後面還有中環萬里 第二位,聖制快車第三 第四位王三 就有這隻金鑽貴人 就埋變快路 後面三隻,飛輪閃耀 埋變健康之星 外面白臂梁包,最後尾是同樣美麗 好了,最後200米左右 太陽星就佔先大了一個三米 好了,埋變數出來 中環萬里,聖制快車 外面金鑽貴人,很輕鬆已經上來了 太陽星,贏不贏到呢 還是金鑽貴人追到上來呢 還有,中間是升制快車 外面有快路 外面位置六三,飛輪閃耀 最出,同樣美麗 外面是中環萬里 看到這隻健康之星也上了一點 好了,這組閘的時間不算快 其實24秒2,22秒半 24秒正 太陽星這隻是PP 放回來輕鬆鬆 最後24秒正,他回來停停地 勉強給他9分最盡 金鑽貴人最高班是他 最高分是9.25 升制快車回到來不算頑皮 只能夠給9分最盡 然後快路如勢不錯 現在拉不住 有了明倫不同的事 上場其實不頑皮的 但這隻馬其實真的未見完 我都照給9分最盡 看看他會不會跑得好一點 非常閃耀,8.75 我覺得他可以再好一點 中環萬里8.75 健康之星,給不到評分的 坦白說這部集 我覺得不太容易看 因為時間偏慢,捕捉也不快 好了,看看第二組 第二組集,最高分78分的 意力滴滴,仍然有戴眼罩 1分10秒37,時間正常 24秒3,22秒9,23秒9 不斷快一點 是1200的短度集 來的 好,開集的時候 大家都平排,好齊 六三響被動一點 衝上雲燒波都一堆近 外面快翠神舟 伊力滴滴,在尾以橙袖 外面那一匹 跑了一段,前面放出來的 叫尾神來 第二位近,前面火雲神劍 外面超旺材 電路10號第四 第五的馬 外面星龍區 六三衝上雲燒 尾以橙袋 內難神速馬車尾以橙袋 後面兩隻 伊力滴滴 和一隻快翠神舟 好,轉彎的時候 前面放就是那隻美神來 接力了過幾馬位 第二位有超旺材 第三位的馬 埋便位置是火雲神劍 外面黃三星龍區 中間位置有電路10號 外面二力滴滴 六三衝上雲燒 尾以黑色避孤橙袋 有這隻神速馬車 多了最後 還是一隻快翠神舟 好了 最後二百 大便還是美神來佔 超旺材 中間 星龍區外面追上來 看看哪隻贏出這個大閘 至於第四名 隨隨追上的熱力滴滴 第五、六三 有衝上雲燒 內面電路10號 後面三隻神速馬車 埋便退了下去 火雲神劍 一路在後面紫色衫 快翠神舟 猜不到 旺材終於買一隻PP 試得不錯 美神來之前試得不錯 星龍區也是試得不錯 而星龍區這次流出來跑 明顯地進步 但我之前說過一句說話 會不會是窮馬房那類 事實試得好真跑那隻馬馬遞 結果初出真的是這樣的 但他私立地集的能力明顯很高 星龍區 小旺材 美神來 我給9分水準 逆滴滴滴勉強給8.75 因為他剛剛最後幾步追上來 看看是未夠的狀態 但越來越好 後面那些電路10號 衝上雲小 神速還錢 快翠神舟 火雲神劍 全部都不給評分 看看第三組 第三組又慢一點 1分3秒39 最高分72分 都靈星球 這隻是PP 很明顯 斷速方面 24秒半 23秒1 繼續進入到第三組 黎地千二的短途集 隨著這部 開集的時候 一檔最多寬少 不算好態 現在未易 總有一隻 剛剛拖了下來 慢過去的就很厲害 外面的衣服 安泰 中檔王山霸寶 甘得二 跑了一段的路程 前面 稍稍佔先 王山那隻是福智 第二位外面都靈星球 第三位定數 第四位安泰 外面名門望族 內欄很有喜 後面三隻 最多寬少 尾衣王山 甘得二 在後面 是很厲害 轉彎的時候 前面放的馬 埋便位置就是福智 外面粉紅衣 都靈星球 兩隻馬 佔先少少 第三位 黑衣中檔 定數 都拿出去了 第四位 埋便很有喜 最出名門望族 中檔位置 最多寬少 灰馬上跌 拖著 在尾衣 安泰 外面金得二 黃衣白帽 在後面 還是那隻 好 最後百多米 平台衝刺 埋便數出來 最多寬少 都靈星球 定數 黑衣 外面六三名門望族 最出的兩隻 分別是安泰 和金得二 至於後面那三匹馬 外面 包包 入面很有喜 內南退了下去 是忽自 我想尾的三隻 不給了評分 但這組馬 很有趣的 投了幾名 很近的名次 首先 我不特別打開 刀刑星球 是甚麼 英國自鎬馬 Star Spangled Spanner 我不特別看 但它試得不錯 因為時間偏慢 我比8.75 最低分的 最多寬少 但它是要騎下去才行 合理 床態 仍然有9分水準 但真的拖腳穩陣 這隻比較被動的馬 定數9分水準 因為贏得輕鬆 刀刑星球 我覺得它是因為PP 我覺得它 撕得不錯 但我覺得它可以再好些 其他馬 都已經跑起了狀態 很厲害 輸得遠一點 很有氣 和福祉 就不給評分了 好了 看看最後一組 剛才不好意思 剛剛有個 屋服服器 按按鈕 就馬上停止了 希望不要介意 先看看最後一組 看看最後一組 最後一組 最後一組 時間方面 1分01秒55 最高分是 52分的日中月站 好了 繼續試入來到第四組 1050開閘的時候 那隻超額營購很快 尤其是堕桌馬 就是那隻希利高 好了 在後面 庫存大師 還有一隻美麗緣分 好了 放了出來的馬 就是那隻 日中月站 第二位 出集最快的 超額營購 外面第三 有快而龍 還有兩隻 美麗緣分 在後面 就是庫存大師 好了 轉彎的時候 前面放了出來的馬 就是那隻 日中月站 第二位外面 快如龍 都已經走上來了 黃衫中蕩 超額營購 第四 訂到最初 是美麗緣分 在內蘭包座 最後就是庫存大師 好了 最後二百多米 美麗緣分 縮在後面 跑 追人都很好 後面 後面的馬 有這隻快如龍 一邊 日中月站 第三 第四 有這隻庫存大師 也將移到 那隻超額營購 趕過了 這組閘 有一隻馬 墮了馬 但這隻日中月站 下線敗 Elusive Quality 其實它跑 應該是厲害的 之前都試過 草地雜底重化 那時候的雜物馬 但我覺得這部 真的很好 跟兩隻當成功的馬 所以我給九分水準 美麗緣分 留得住 原來用 徐明兆 留得住 很輕鬆 我給九點二五 其實這隻馬 成功了很久 但現在 留得住來跑 可以更好 唯一一樣擔心 會不會是一隻 純八百米 一千米馬 現在這個疾 一千米 一零五零米 時間不算快 然後留得住在後面追 追得很好 看看這隻馬 會不會日後進步 很貴的馬 我覺得他的狀態很健康 花魚龍 我猶然給九點二五 他很輕鬆按住 我們是移民的 庫泉大師 輸得遠一點 但都算輕鬆 我給八點七五 超級影響都沒事 給你看 我兩隻馬都給八點七五 但兩隻馬都是長期拖著三四重彩腳的馬 不是一些很有優勢的馬 好了 看完了四組集 我都要出去 因為剛才睡了一陣 不舒服 可能在飛機上 可能是食物中毒 可能是食物中毒 但怎樣都好 現在回來休息一下 做完那些絲襲 亦都做了那些 叫做組飛 所以現在就可以出去 可以出街了 就這樣了 拜拜